又到了三年一度皇上选秀的日子 秀女们打扮的花枝招展 都希望飞上枝头变凤凰 此时一个秀女不小心碰翻了茶水 惹怒了飞扬跋扈的夏冬春 夏冬春仗着父亲的官职高 便不将他人放在眼里 家境停寒的安令荣连连道歉 他却不依不饶 是要想让他原谅 必须跪下向他叩头请罪 安令荣委屈地强忍着泪水 一旁的秀女还在落井下石 甄嬛实在看不下去 走上前去替安令荣解围 简单的几句话 让狂妄的夏冬春顿时收敛 甄嬛看安令荣打扮寒酸 转身去旁边摘下一朵海棠花 插在他的头上 然后又摘下自己的耳环送给他 这时公公前来禀告电选正式开始 一排排如花似玉的姑娘 黄黄走了过来 皇上只是瞥了一眼 就直接刺了红花打发 第二排秀女走上前来 在皇上眼里都是些雍之俗粉 也通通刺了红花 着急抱孙子的太后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此刻落选的安令荣也在其中 就在他磁械皇上与太后打算回家时 一只蝴蝶飞来落在了他头上 另边的旧海棠 然而他头上的花也正是甄嬛送他的那一步 就这样安令荣意外地入选了 回去的路上他摘下海棠花捧在手心 选了半天只选了一个安令荣 皇上显然失去了耐心 于是便随手一指 真是走了狗屎运 夏冬春成功入选 选秀已经接近尾声 终于轮到甄嬛和沈梅庄上场了 用脚趾头也能猜到梅庄肯定入选 一旁的甄嬛光顾着替他高兴了 完全没听到太监已经念到了自己的名字 直到梅庄提醒这才跪下行李 而这恰好引起了皇上的注意 甄嬛的出现让太后和皇上差点惊掉了下巴 因为他的样貌像急了死去的纯元皇后 仅仅一面之缘 皇上就对甄嬛念念不忘 本想给他一个贵人的职位 可皇后却说甄嬛父亲的官职并不高 一下子就封贵人 难免会让人非议 所以只好给了一个常在的位置 第二天一早 进宫的圣旨就到了 一家人都为甄嬛成为皇家人而高兴 甄父却心事重重 一入宫门深四海 从此高强绝红尘 很快入选的秀女就被接近了皇宫 和她一同进宫的还有安令荣和沈梅庄 甄嬛被分到了岁玉轩 虽然偏僻但也很亲近 看到主子近来伺候的太监宫女们连忙上前迎接 热情地介绍着这里的一切 单纯的甄嬛觉得皇宫的生活还算美好 然而就在第二天拜见皇后时 让她彻底改变了这种想法 天皇后给他们这些大臣之女赏赐了她不少的好东西 而同时进宫的安令荣 却只有华妃按理赏赐的一些普通料子 人头猪脑的夏冬春完全搞不清局势 嘚瑟地故意大声炫耀 巧的是这话被华妃宫里的太监听了去 并将此事告诉了华妃 几日之后 新进宫的妃嫔都要去拜见皇后 所有人全部到齐 而华妃却姗姗来迟 仗着自己家世显赫宠冠六宫 连皇后也不放在眼里 接着华妃问到夏长辈的衣服 这个是皇后娘娘少的料子 人人境界凭借特意穿上 果然是猪脑子 竟完全听不出华妃言外之意 好不容易散了场 甄嬛等人赶着回去 夏冬春又追上来挑事 先是对着梅庄和甄嬛一阵挖苦 接着又故意刁难安令荣 而这一幕恰好被华妃看见 夏冬春没看到华妃过来 直接动起了手 华妃的太监及时阻止 拉扯了半天这才归下 下冬春这才意识到大祸临头了 吓得瘫痪在地上 甄嬛和安令荣他们也是大气不敢出 直到华妃离开 他们才敢找个无人的角落 平复一下心情 这是一个太监惊慌失措地跑过来 说前面的井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劝他们赶紧离开 而好奇心作怪的甄嬛却想过去看看 结果一看差点吓得当场去世 井里竟然有一具女士 死者正是前几天皇后送给华妃的宫女 华妃以为宫女是皇后派来的奸细 处处刁难于她 这天晚上皇上来华妃宫里用膳 只应多看了宫女一眼 华妃便记恨在心 于是便让太监将她给处决了 事后皇后将此事告诉了皇上 可皇上爱于华妃的哥哥年庚瑶的势力 故意包庇她 皇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表面富力堂皇的皇宫 实则是个弱肉强食的牢笼 在统治者的眼里 人命卑微的如同草剑 生于死只在他们的一念之间 初来乍到的甄嬛如坐针毡 思虑了几天 她让婢女请来了 钟情于自己的温太医 温太医秒懂甄嬛的意思 当场给她开出了药房 让她躺在床上装病 能拖一日算一日 夜里太监端来了妃嫔的牌子 由于甄嬛装病 这晚审梅妆就被太监包成了 粽子抬上了笼床 一夜过后 梅妆成了最受宠的妃子 转眼几个月过去 很多同她一起进宫的妃嫔 都被皇上宠信 太监宫女们也都跟着唠叨了好处 甄嬛的病迟迟不见好转 伺候的太监们开始抱怨 就连烧水丫头也偷奸爽滑 太监们商量后决定另谋新主 甄嬛一眼看出他们的心思 立刻召来所有下人 当众宣布 若谁有意离开岁玉轩 去幻璧那里领一定银子便可走 一听这话 部分下人迫不及待地领了银子离开 欣慰的是有三个忠心的留了下来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 这天是大年三十 皇上大摆宴席过除夕 受宠的嫔妃们都被邀请入席 美酒佳肴歌舞升平 一片喜气洋洋 就在这时皇上看到了一株红霉 这让她想起了死去的纯云皇后 于是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梅园 那大年三十这天 甄嬛独自来梅园许愿 愿 逆风如解溢 荣意莫摧财 皇上被她的财情吸引 想要一探究竟 甄嬛连忙躲到一旁 说自己是梅园的宫女 皇上本想上前一堵芳容 甄嬛却谎称邪袜湿了 然后趁机偷偷溜走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暗处的宫女 看得一清二楚 回去之后皇上立刻 命苏培圣寻找许愿宫女 苏培圣召集了所有的梅园下人 问谁能对出逆风如解溢的下一句 宫女们一脸猛逼 只有于是心知肚明 当晚的事情她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荣意莫摧残 就这样于是采了狗屎运 被封为了官女子 事情之后又被申为答应 仗着皇上宠爱 做着叫你一副为我独尊的架势 更是不将审媒妆放在眼里 甄嬛听说后并没有拆穿她 因为她本就淡薄名利 只求平安度日 转眼妆病一年多了 这天宫女劝她去花园散散兴 一时兴起她吹起了长销 果真是缘分来了 挡都挡不住 她的销声引来了皇上 皇上默不作声地看着她 接着皇上对她的销声 但她满腹惊伦 温文尔雅的模样不免 让十七岁的甄嬛有些动心 接下来的日子 皇上便以果君王的身份 经常和甄嬛见面 两人相谈甚欢 年近五十的皇上 竟找到了初恋的感觉 于是得知皇上每天都去花园 就想着来花园守株待兔 没想到却碰见了甄嬛 又听下人说甄嬛的位分比她高 立即大发雷霆 还满嘴的歪力 殊不知皇上早已来到她的身后 看到皇上于是当即傻眼了 连忙跪在地上求饶 甄嬛也大吃一惊 想不到经常和自己约会的人 竟是皇上 皇上宠溺地拉起甄嬛 甄嬛又害怕又害羞 皇上一把抱起她 亲自送她回去 很快到了岁玉轩 太监宫女们早已排着队等候多时 好声叮嘱了太监宫女们照顾好甄嬛 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皇上前脚刚走 赏赐一波又一波地送满 昨天还冷冷清清的 岁玉轩一时间成了香波波 有人欢喜有人愁 于是将为了官女子被打发到废旧的偏殿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他并不打算放过甄嬛 没多久 甄嬛就答应事情 不同的是其他妃嫔都是卷成粽子台进去 甄嬛却独一份地享受花瓣沐浴 皇上身穿大红洗服 亲自接她进洞房 只闻新人笑不见旧人哭 这一晚有多少妃嫔独自落泪 次日甄嬛盛装回到岁玉轩 眼前的荧幕立刻让她惊呆了 床上堆满了大红色洗背 掀开一看 桂园 栗子 大红枣 简直是新婚级别 除了皇后之外 等嫌妃子是不能得此殊荣的 甄嬛被深深感动 下定决心要给皇上生几个大胖儿子 妃子为了给皇上生个小崽子 每天都会喝一些助孕药 可这天她却感觉药的味道不对劲 太医立刻在她的手上扎了一针 果然发现了端倪 他们断定是熬药的小宫女提前做的手脚 于是将她叫到跟前细细盘问 小宫女怎么也不承认 只要你敢把这碳挂在手里 我们大家便信了你的清白和忠心 以后必定好好待遇 小宫女慢慢凑过去 可手刚靠近碳块就连忙抽开 一害怕便什么都招了 原来是与甄嬛有过节的于是指使的 如今人赃并祸 水落石出 甄嬛决定不再心软 向皇上揭发了她 皇上愤怒之下当场下令 冷宫于是 欺君往上毒害嫔妃 自自禁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初 于是垂死挣扎不知悔改 不停地咒骂甄嬛不肯自尽 安令荣看出甄嬛心烦意乱 想要借此来讨好她 于是来到冷宫 暗示公公亲自动手 就这样于是被太监活活勒死 这件事很快被传得沸沸扬扬 梅庄和甄嬛得知后也很吃惊 想不到一向柔柔弱弱的人 既也有如此狠心的一面 恰巧他们的谈话 被前来的安令荣听了去 而经此事过后 皇上觉得梅庄贤淑且是大体 并让她协理六宫 放眼后宫除了皇后 就只有华妃有协理六宫之权 如今初来乍到的梅庄 竟夺了她的权 这让华妃对她怀恨在心 这天梅庄早早地去给皇后请安 不料半路被一个小太监 撞到弄湿了衣裳 来回换衣服之际 却也因此迟到了 好在皇后宽厚并没介意 而华妃却揪着此事不放 华妃家是显赫得罪不得 梅庄只能隐忍 这让华妃更加肆无忌惮 夜里趁着皇上不在 故意让梅庄帮自己抄写佛经 好不容易抄完了 华妃却故意刁难 说她写得不够端正 不便解还好 这反而让华妃以节俭开支为由 命吓人又吹灭了两盏灯 梅庄只能抹黑重新抄写 等她抄完华妃也睡醒了 眼看就要天亮了 华妃这才放她回去 走出一坑宫 感觉一身轻松 突然觉得不困了 一时兴起她来到池塘边 这时华妃的贴身宫女后脚赶来 说华妃有几分好目要赐给她 梅庄没多想连忙让彩月去去 殊不知这是调虎离山之计 身后有一个男人慢慢靠近 趁着梅庄不注意 一把将她推进水里 好在命不该绝 很快被人救了上来 甄嬛守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终于醒过来 清醒后的梅庄伤心欲绝 没想到自己处处忍让 却差点搭上性命 妃子为了争宠 想要在宴席上 让秦梨颜面扫地 不料却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甄嬛的一曲舞蹈下来 在场之人无故惊叹 皇上也是赞不绝口 原来这天是曹贵人的 小公主周遂生辰 为了给她庆生 皇上大胆宴席 各宫嫔妃皇亲国妻 齐聚一堂 就连九句深宫不问世事的 端妃都来到处 她一眼注意到了 和自己壮山的争宠 皇上又得佳人了 壮山不可怕 谁丑谁尴尬 这种场合让甄嬛很不自在 趁着还没开心 赶紧出去透透气 她来到池塘边 一时兴起脱掉鞋袜玩起水 殊不知身后的果郡王 正一脸爱意地盯着她看 眼看四周无人 便想下水捉条鲸鱼烤来吃 不料脚底打 多亏果郡王及时拉住了她 甄嬛下得赶紧盖住双脚 果郡王故意调侃她的皮肤白皙 担心生出闲话 甄嬛连忙离开 此时果郡王其实早已动情 便会上曹贵人为了让甄嬛难堪 提议完抓九小游戏 皇上连连赞同 皇后是六宫之主 自然从她开始 曹贵人抽出纸条 皇后的节目便是亲手书写一个寿字 皇后大笔一挥 一个闪闪发光的寿字就写好了 接下来是甄嬛的节目 既然是跳一曲惊鸿舞 皇上的脸立刻缠了下来 气氛变得微妙起来 而各怀鬼胎的嫔妃们却等着看热闹 原来惊鸿舞是纯元皇后的最爱 自从纯元皇后去世就成了纪委 纯元皇后一舞动天下 那在宫中可是风靡一时 跳得不好就是对纯元皇后的不敬 不跳又搏了众人的面 甄嬛左右为难 好在皇上宠她替她解围 让她随便一舞即可 就这样一身粉色舞衣经验出场 梅庄抚琴 安令龙半场 三人合作的天衣无缝 等着看热闹的一众嫔妃啪啪打脸 华妃见状假意地哭了起来 说惊鸿舞让她想起了梅妃 梅妃对唐玄宗一片痴情 唐玄宗却薄情寡义附了梅妃 这楚楚可怜的模样 皇上立刻起了恻隐之心 觉得最近冷落了华妃 于是答应她得空了就去看望她 华妃就这样成功复党 看似顺理成章 实则是曹贵人精心策划 然而这只是计划的第一步 妃子嫁给皇上八年始终没能怀孕 后宫是个母嫔子贵的地方 没有孩子总是被其他嫔妃欺负 为了尽快怀上孩子 梅妃找太医求了个生子秘方 并且每天都要喝好几碗汤药 这天她和甄嬛来花园散步 正巧遇到了其他嫔妃 曹贵人格外的热情 邀请姐妹们去自己宫里喝酸梅汤 梅妃刚喝了一口 突然感觉恶心想吐 我不是 有喜了 众人一听全是怀孕的征兆 曹贵人连忙让太监请来太医 并且让人通知了皇上和皇后 臣恭喜皇上 恭喜小主 小主确有身孕 以一月有余 太监拿来事情记录 皇上一看时间刚好吻合 确认无误后 梅妆瞬间成了一级保护动物 感觉自己的人生简直达到了高峰 太医流奔每天都会为她倾庭安麦 皇后和众嫔妃也络绎不绝地来看望 皇上嬉下儿女嬉松对这一开格外的重视 这天正当众人打算离开时 只见一个宫女鬼鬼祟祟的 似乎在掩盖什么东西 几个太监过去将小宫女揪出来 原来是伺候梅妆的宫女 手里还抱着一个包裹 慌乱下宫女故意将包裹洒落在地上 露出了带写的医苦 梅妆直接傻愣在原地 此刻她可能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被人算计了 皇上一听心凉了半解 自己心心念念的皇子既然是个乌龙 为了确认梅妆到底是否有孕 于是先后请了两位老太医 结果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怀孕 可月经没来这是事实 这时其中一位太医说她大姨妈推迟是服药所致 殊不知太医早已被华妃所收买 此刻梅妆百口莫辩 更巧合的是 一直为梅妆枕脉的刘太医却离其失踪了 华妃趁机在一旁山峰顶 说梅妆为了妖宠和太医勾结欺君网上 如今东窗事发为了保命 刘太医就逃之夭夭了 皇上深信不疑 当场发落了梅妆 刘太医逃到了宫外 其实她是被华妃收买 从仇子偏方到曹贵人请她喝酸梅汤 再到诊处怀孕 都是华妃一手安排 如今计划成功 本想将刘根灭口 不料杀手是个弱鸡 竟然被刘根反杀了 女人嫌弃孩子太吵搅了自己的美梦 竟然给不到一岁的小公主喂下安眠药 事后还威胁奶娘 倘若她们要敢说出去 就要了她们的脑袋 原来华妃为了逼迫公主的生母曹贵人帮自己对付甄桓 所以强行把小公主带到自己宫里抚养 曹贵人私女心切 只能对华妃言听计从 这天是皇上和皇后五十周年结婚纪念日 皇上大摆宴席 各公平妃齐聚一堂 席间你一言我一句 免不了争风吃醋 甄嬛觉得无聊 便出来透气 正巧遇到了风流倜傥的果郡王 两人一见如故聊了许久 甄嬛才恋恋不舍地回去 而她刚坐下 就有一位太监来报 说小公主上读下泻啼哭不止 所有人全部来到清凉店 太医说小公主似乎吃错了东西 仔细查看后果然发现了端倪 小公主的食物里 竟然加了大量的木薯粉 木薯粉本是无毒 只是婴儿肠胃娇嫩 受到刺激导致呕吐 长久以往会虚脱而亡 华妃连忙说自己宫里 根本没有木薯粉 定是有人要陷害公主 很快遇膳房总管赶来 说近半年来 只有甄嬛的宫里领过木薯粉 此话一出 甄嬛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巧的是这时有两个小宫女来报 说刚才看见甄嬛进过清凉店 华妃也说刚才甄嬛曾离开过一段时间 甄嬛担心如果说出刚刚同果郡王在一起 皇上必定会猜疑他和果郡王有私情 未免节外生枝 甄嬛沉默不语 眼看罪名就要被坐实 这时端妃突然出现 端妃向来不争不鞋 颇受皇上的敬重和信任 所以他几句话就替甄嬛醒过了写 事后甄嬛问端妃为何替他做伪证 端妃只说了一句他是在帮自己 然后就离开了 然而通过此事 甄嬛深深认识到自己势单力薄 为了自保对抗华妃 于是他打算帮安令荣获得胜闯 其实在此之前 安令荣有过一次事情的机会 只是那时一项软弱的他被自己给搞砸了 事情当晚他紧张得浑身哆嗦 皇上缓缓走了过来 掀开被子安令荣颤抖得更加严重 就连说话都不利索 皇上顿时没了兴致 命令太监把他送了回去 听到小太监的话 他只能默默流泪 掀开教练一看 其他女人抵替自己事情的轿子擦肩而过 他只恨自己不争气 这件事情很快成了爆炸性新闻 嫔妃们也纷纷嘲笑 说他完美地演绎了什么叫做完毕归照 安令荣羞愧得整日躲在房中 本以为自己会就此销声匿迹 不料好姐妹梅妆被华妃陷害失了仇 甄嬛孤立无援 于是打算扶持安令荣一起对付华妃 一身淡绿色衣服清新脱俗 来到御花园算准了时辰一盏歌后 皇上立刻被他优美的歌声吸引 纹身赶不过去 很显然皇上对安令荣的表现十分满意 甄嬛见状故意说累了先行离开 安令荣假意跟随 但还不忘回眸一笑 皇上色眯眯地看着他 皇后一眼看出皇上的心思 于是立马复合 请安答应回来吧 华妃的脸拉得比蕾脸还长 给闺蜜和自己的男人做媒 甄嬛心里也不是滋味 皇上则是满面春风 有了上次的教训 安令荣成长了许多 终于能够在皇上面前收放自如 他再也不需要整日躲在房里绣花 开心地泪流满面 为了答谢甄嬛 他将皇上赏赐的福光景送给了甄嬛 幻璧表面是甄嬛的贴身宫女 实则是甄嬛同父异母的妹妹 所以甄嬛就把光景送给了他 谁知幻璧穿着福光景四处炫耀 还同宫女说安令荣出身贫贱 根本不配穿这种衣服 殊不知安令荣就在他的身后 华妃为了打压刚得宠的安令荣 于是蛮横地让生病的安令荣 为她唱歌助行 还逼她喝下刺激嗓子的蜜汁红酒 直到她再也唱不出声 这才放她回去 事后还打赏了一个廉价的玉坠来羞辱她 我们又不是唱群外衣的 她凭什么这么作践我们呀 安令荣虽然恨透了华妃 却又无可奈何 于是偷偷做了一个不我来诅咒她 皇后听说安令荣酒并不欲前来探望 却不巧地发现了安令荣的秘密 皇后先是大发雷霆 后又话里有话地说 要对付华妃不能靠天意 而是势在人为 拿去烧了 本宫只能没穿剑 真剑感激娘娘倔顾 面对皇后的尊尊教导 安令荣感激涕淋 愿一切听从皇后安排 为了让安令荣死心塌地 追随自己一个人 皇后故意挑拨她与甄嬛的关系 说她能事先发现此物 是有人暗中提醒 真剑都大 问娘娘一句 是谁 自然是与你亲爱的姐妹啊 此话一出 安令荣认定是甄嬛到的状 自此她与甄嬛的感情就淡了一些 相反与皇后越来越亲近 对她的话也深信不疑 殊不知自己只是皇后的一颗棋子 病了一个多月 已许久不被皇上宠信 这天皇上好不容易翻了她的牌子 她开心地换上精致的妆容 早早在门口等候 奉完春温车来接她 然而皇后明知今晚 是翻了安令荣的牌子 却故意说甄嬛父亲的官职被贬 理应好好的安抚甄嬛 等了半天 却等来了甄嬛顶替自己是起的消息 安令荣大失所望 一旁的傅茶贵人落井下石 对她好一顿嘲笑 可惜了 大半的如此娇严 皇上连看都不看 本来就对甄嬛心存芥蒂 今日之辱让他们的姐妹情彻底崩塌 怀孕的女人仗着自己得宠 四处炫耀着肚子里的龙肿 又拿出皇上遇刺的孕妇专用香粉显摆 此时对面一只发春的黑猫正盯着她 香味越来越浓 黑猫突然有了反应 朝着女人就扑了过来 众嫔妃见状四处躲藏 这时后背有一双手朝着甄嬛推了过去 甄嬛的脖子被严重抓伤 傅茶贵人摔在地上腹痛难忍 等到太后匆匆赶来是已经见了红 众人只顾着傅茶贵人的肚子 过了半天才想起受伤的甄嬛 好心的金妃请太医给甄嬛诊断一下 万万没想到这一把麦径有了意外之喜 甄嬛已经怀有两个月的身孕了 甄嬛已经怀有两个月的身孕 甄可谓是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复茶流产了 甄嬛却有了 太后喜出望外 立刻对她另眼看待 有人欢喜有人忧 得知甄嬛怀孕 华妃立刻不淡定了 她发了狂事的猛吃酸黄瓜 为什么要办公生不了 其实早年前她也有过身孕 可惜没能保住 十年以来 她一直误会是端妃害得自己流产 所以每当伤心难过时 就会去找端妃出气 而端妃又何尝不是对她恨之入骨 因为十年前华妃为了报复 强行给她灌下了一壶红花 让她再也不能生育 复茶贵人小铲 虽然皇后表现得毫无破绽 可太后还是查出是皇后一手策划 原来皇后早就知道复茶用的是特制香料 提前让安令荣用香料训练黑猫 所以当那日黑猫闻到香味时 才会疯狂扑过去 意外的是 唯恐天下不乱的曹贵人竟推了甄嬛一把 不仅让甄嬛成了舍己救人的英雄 还查出她怀了身孕 皇后表面答应 背地里却又在筹划着如何借刀杀人 几日后 皇上和皇后要外出祈福 管理六宫的大权就落到了华妃的手里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这么难得的机会 华妃岂会放过 于是借口要给六宫嫔妃训话 将所有人叫了过来 甄嬛本想请假谁知太监 却说她仗着怀孕目中无人 无奈之下甄嬛只好前去 甄嬛无精打采地来到一空宫 其他嫔妃早已全部到位 甄嬛自知迟到 连忙跪下紧罪 正愁找不到借口教训她 华妃哪里肯善罢甘休 于是罚她跪在烈日下背诵女戒 众嫔妃纷纷求情 可华妃还是一意孤行 有怨再生就可以藐视公规嘛 其他嫔妃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已经读了一个小时 甄嬛开始体力不支 眼看就要晕过去 华妃竟然命人把香炉搬出来给她提神 殊不知自己的香友能让孕妇流产的射香 看她读得越来越慢 华妃一声令下 既让太监上去抽打 好在梅妆挺身相护 甄嬛说自己身体不适 苦苦哀求华妃放过自己 好心的靖妃也连连求情 谁料华妃却认为甄嬛是在装可怜 幻必见华妃不肯罢休 灵机一动 跑去找太后 可侍卫兰在门口说太后午睡 任何人不能打扰 这时果郡王的随从走了出来 甄嬛再也支撑不住晕了过去 果郡王恰好敢来 她已把抱起甄嬛不顾众人的眼光潇洒离去 甄嬛一声不吭地跪在地上 任由小宫女抽打 直到脸颊淤青 嘴角流血 齐妃才让下人停手 然而这还不算完 最后还不忘狠狠地羞辱了一番这才罢休 齐妃离开后 好心的小宫女扶她起来 甄嬛却拒绝了 皇后很快听说了此事 可她不仅视而不见 还叮嘱下人千万不能告诉皇上 甄嬛静静地跪在那里 不断地有太监宫女们路过 终于跪足了一个时辰 在小宫女的搀扶下 费力地起身 亮亮呛呛地离开 原来就在上个月 太医诊断出甄嬛怀了身孕 人头猪脑的齐妃被皇后挑唆 担心她的孩子会影响到自己儿子的地理 于是便想除之而后快 用家竹桃的花粉做了一盘点心送给甄嬛 恰巧被精通花粉的安令容发现并且阻止 甄嬛并不想把事情闹大 所以将此事告诉了皇后 皇后对齐妃一顿斥责 为了安抚甄嬛 皇后又罚她一年之内不准见自己的案子 所以齐妃对甄嬛华恨在心 好不容易躲过了齐妃 不曾想后来又被华妃害得消产 得知消息的皇上第一时间赶回了宫里 此刻华妃才知自己酿成了大祸 在丫鬟的劝说下才假意上前认责 皇上虽然恼怒她害了甄嬛的孩子 可与自己的江山比起来那就微不足道 由于华妃的哥哥年庚姚 目前对朝廷有着很大的用处 所以她也只是收回了华妃协理六宫的权利 这日温太医安利来给甄嬛提紧 却无意在她体内发现摄香的痕迹 甄嬛想起那日在华妃宫里闻到香气 就让丫鬟去取了些来化验 果然里面含有微妙的摄香 甄嬛这才知道华妃多年不孕的秘密 皇上担心华妃生下孩子 连同年庚姚的势力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于是一直给华妃宫里燃了这避孕的香料 并想到杀死自己孩子的凶手既然是皇上 甄嬛对皇上失望至极 拿着孩子的衣物整日欲宽端 对皇上也是没有半分的好脸色 自然很快就失了蠢 梅妆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为了让她振作 强行把她带到了冷宫 她立刻被眼前的鹰鹉惊呆了 她失魂落魄地走着 不料一不小心撞到了齐飞 加上复察贵人在一旁煽风点火 便有了视频开头挨打的鹰鹉 万万没想到这反而把甄嬛打醒了 甄嬛被打了九九八十一耳光后 也彻底被打醒了 她明白要想替死去的孩报仇 就唯有将自己变得强大 于是一向单纯的甄嬛就开始了复仇 她吩咐吓人捉了好多漂亮的蝴蝶 每日用新鲜的花喂养着 为了让自己的气色红润 乌鸡汤喝了八百多碗 沐浴熏香精心打扮 一切准备就绪后 她来到第一次与皇上相遇的梅园守株带兔 只等皇上上钩 大年三十团圆饭 好友梅妆故意姗姗来迟 梅花盛开 甚是好看 皇上一听立刻来了兴致 决定去梅园赏花 早已等候多时的甄嬛将蝴蝶全部倒入斗篷 随后又装模作样的祈福 一阵感动涌上心头 皇上亲自把她拉起来 甄嬛慢慢转身 突然身上的蝴蝶全部飞出 红梅白雪 漫天飞舞的蝴蝶 如此唯美的画面 皇上被她深深地吸引 拖下自己的斗篷 体贴地为她披上 虽然重新吸引了皇上 但她并没马上事情 而是玉琴故纵故意推脱 说身子不是把皇上拒之门外 这让皇上更是心仰难耐欲罢不能 一连几天都是如此 玉琴故纵固然是好 但一定要收放自如 眼看时机成熟 甄嬛这才从了皇上 就这样她成功赴宠 接下来就要正式复仇了 之前被齐飞毒打 都是因为傅茶贵人煽风点火 所以决定先收拾傅 她将傅茶和曹贵人请来 傅茶下的当场摊坐在地上 锦西趁机在一旁添油加醋 傅茶更加害怕 直接晕了过去 一旁的曹贵人看甄嬛早已惊飞昔比 自己一直依附的华妃已然倒台 良情折磨而期 她立刻跪在甄嬛面前 平天愿做牛做马 那你还在笑老 收拾了仇人 又收了足智多谋的曹贵人 真可谓一举两个 傅茶贵人醒来以后就变得疯疯癫癫 没想到甄嬛手段如此高明 齐妃当场下了一身冷汗 连忙冒着大雪上门向甄嬛赔罪 昔日风光无限的贵妃一朝落魄 众人都恨不得狠狠踩上脊脚 曹贵人巴结甄嬛后 将华妃这些年的罪行 全部向皇后抖了出来 恰巧被赶来的华妃听到 气头上的华妃对着曹贵人一顿拳打脚踢 众嫔妃早已对华妃恨之入骨 纷纷谴责她 华妃自知在劫难逃 但她依然没把皇后放在眼里 放下狠话便霸气地转身离开 这是华妃一生中最难熬的夜晚 她在等待哥哥年耕摇的消息 因为只要哥哥不懂 她就还有希望 半夜时候皇后的贴身太监来了 说皇上已经下旨赐死年耕摇 她又失望又吃惊 皇上果真这般无情 华妃当场晕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她跪在御书房外向皇上求情 希望皇上能留哥哥一条命 可即使她磕得头破血流 皇上始终没有见她 随后皇后将收集的所有罪状交给皇上 一桩桩一件件证据确凿 仲庭妃眼巴巴地等着结果 皇上终究对华妃是有感情的 只是耻夺了她的封号将为了答应 而揭发华妃有功的曹贵人 则春风得意晋升成了平位 转眼到了年耕摇的头期 华妃偷偷给哥哥烧些纸钱 不料却被香平知晓 为了防止华妃东山再起 她故意小提大作 说华妃对皇上大不敬 强烈建议处死 她再怎么说华妃对她有提携之恩 她背叛救主不说 竟还要赶尽杀绝 这立刻引起了皇上的反感 和太后商量过后 秘密让小宫女在她的饮食中 加入了慢性毒药 没多久曹贵人就相消欲隐了 可怜她到死都不知道 死在谁的手里 而华妃深知自己再无翻身的可能 决定和甄嬛来个鱼死网破 她让最后一个忠于自己的太监 放火烧死甄嬛 殊不知甄嬛早已洞察一切 甄嬛并没有立刻下令 去抓纵火太监 反而亲自点燃了证物 我是很快蔓延开来 皇上急匆匆赶来时 穗玉轩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甄嬛和梅庄精心化上了烟熏妆 为求更加真实 梅庄甚至故意烧伤胳膊 纵火的太监被压了上来 苏裴胜一眼认出是华妃的人 加上甄嬛和齐贵人在一旁煽风点火 皇上终于决定不再姑息 妃子入宫成宠多年 却始终未能怀孕 直到被打入冷宫 才知道只使这一切的竟是皇上 冷宫中华妃孤零零地坐在那里 一缕阳光射了进来 格外刺眼 原来是自己的情敌来了 看到甄嬛进来 华妃故意挺了挺胸 即使表面装得在坚强 输了终究是输了 但他却不知为何会输 还是甄嬛看得明白 年世一族之所以倒台 皆是因为他哥哥年耕摇 鞠躬自傲 不知进退 殊不知功高盖主或必将之 而华妃则是残暴不仁 亲自扶持的曹贵人都背叛了他 行刑的太监带着皇上的圣旨走了进来 死到临头 华妃仍然对皇上抱有一丝希望 而甄嬛却说 皇上之前的宠爱 皆是因为忌惮年加势力 他一边哭 一边回忆着与皇上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直到此刻 他都想不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皇上 最后 他承认了自己犯下的所有罪孽 却唯独对甄嬛流产一事坚决否认 他大惊失色 自己之所以常年不孕 竟是因为皇上赐的欢意向 然而更让他崩溃的是 当年他仅有的一次身孕 也是皇上让人暗中打掉 为了争宠 他费尽心机 坏事做尽 到头来竟被所爱之人算奖 皇上 你害得是他好苦啊 这一声嘶喊让多少人原谅了可恨又可怜的华妃 又道出了他有多么的悔恨与绝望 得知是皇上让自己不孕 他身无可恋一头撞在墙上惨烈的死去 至此嚣张答唬的华妃正式下写 女人入宫多年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这天是他行册封之礼的日子 刘朱拿来早已准备好的礼服让他穿上 不料打开一看 上面竟有个两米多长的破洞 眼看及时已到 重新做一件礼服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恰好内务府说皇后上几天有件衣服在他那里缝补 早已补好却没拿走 或许可以借来一用 无奈甄嬛也只能如此 换好衣服便急匆匆地去拜见皇上 没成想隔着沙帘 皇上竟然把他看成了死去的纯元皇后 王王你怎么不换我四郎了 皇上内心激动 迫不及待地大步走过去 掀开沙帘立刻变了脸 你这身衣服是哪来的 放肆 原来这件衣服是纯元皇后和皇上初次见面时穿的衣服 甄嬛一看算了大紧 连忙将衣服脱下来 皇上却不打算饶恕他 一气之下取消了册封 并下令把他囚禁在碎玉轩 甄嬛伤心地泪流满面 此刻难过的并不是没有当上妃子 而是自己这么多年的恩爱相守 到头来只是别人的替身 而皇后却是乐得合不拢嘴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故意设计 宫里的人向来是攀高踩低 没了皇上的宠爱 就连送来的饭菜都是馊的 甄嬛整日郁郁寡欢 不久之后就病倒了 他们用力地拍打大门 请求侍卫帮忙请太医过来 侍卫不同意 他们只能硬闯 刑急之下侍卫拔出剑威胁他们 让人没想到的是 刘珠为了救甄嬛 竟然故意撞到侍卫的箭上 刘珠瞬间鲜血直流 倒在地上 换臂一把抱起他 拼命地为他捂住伤口 侍卫顿时慌了 连忙去禀报皇上 经过太医的一番救治 甄嬛终于醒过来 虽然孩子的出现 让他有了翻身的机会 可是显然他已经对皇上死心 如今就想好好地迎接孩子的到来 转眼几个月过去 此时的甄嬛已经怀孕八个月即将临盆 这让皇后坐不住了 为了八戒皇后 安令荣决定加害甄嬛 他买通小太监 将携带病毒的老鼠 放进甄远道的牢房 按规矩嫔妃即将临盆时 娘家人可以进宫陪同待产 被禁毒的甄嬛迟迟没有娘家人的消息 为了刺激他 安令荣让人故意将他父亲 进了大牢的消息透露给他 为了救出父亲 甄嬛放下身段向皇上求情 谁料一着急 言语不当激怒了皇上 桌上的日记掉落在面前 顺手拿起来一看 原来自己只是纯元的影子 你知道了 究竟是错疯了 这时苏陪盛进来说甄远道感染熟疫 性命垂危 刚才还趾高气昂的甄嬛 一下子软了下来 他跪在地上抚摸着皇上的绣花鞋 苦苦哀求皇上 好在皇上念及他怀着身孕就答应了 甄嬛魂不守舍地离开 谁料刚回去就动了胎气 早产生下一位公主 皇上龙颜大悦 巴巴地赶来看望 还说会对他像从前一样好 热脸贴了冷屁股 皇上背对得哑口无言 一句晚晚泪青彻底伤透了甄嬛 他再也不想做替代品 于是情之远离红尘 前往甄露寺休息 皇上见他去意已绝变已同意 七天之后甄嬛安排好了一切 含泪把刚出生的公主龙月交由静飞抚养 静飞离开后 他放下所有的首饰 一身素装告别了梅庄 也告别了牢笼一般的皇宫 来到了甄露寺 安排到一处杂乱不堪的破屋缸坐下 忽然一阵覆透 锦西连忙出去求取红堂 可没有一个人肯搭理他们 而就在他们失望时 一个尼姑送来了二斤红堂 此刻 他可能做梦也没想到 这小小的善举 甄嬛以后会千百倍地回报他的恩情 一日风光无比的妃子一朝落魄 自愿来到甘露四代发修行 可即便这样皇后还是不放过他 派人百般折磨他 烧火砍柴 打水擦地 以前从来没干过的粗活 现在一见不少的全干了个便 由于产后不久加上整日劳作 甄嬛一直咳嗽不止 一直爱慕他的果郡王送来一些燕窝 却被静白说成了贼 众人多多相逼 不能说出果郡王 甄嬛百口莫辩 主持只能发落他们去山顶的林云峰 大雪纷飞零下几十多度 刚走到半山腰 甄嬛就晕了过去 而终究是命不该绝 就在走投无路之时 果郡王骑马赶来 一把抱起他带到自己的住处 可甄嬛仍然四十度高烧不退 果郡王心急如焚 脱掉外衣平躺在雪地里 直到浑身凉透 进屋抱起甄嬛给他物理降温 反复几次后 甄嬛终于醒来 从下人嘴里得知果郡王为自己的付出 甄嬛被深深地感动 果郡王的出现犹如甄嬛黑暗里的光 如今自己已是自由之身 面对果郡王的猛然追求 甄嬛决定接受他的爱 二 我不是在封公吧 眼看好事将尽 这时皇上却突然驾到 还有他的女儿龙月 听到牙牙血雨的女儿喊自己 真是一阵心酸涌上心头 新生女儿就在眼前 却连抱一下都是奢望 女儿的出现让他立刻改变了刚才的想法 第二天 他告别了果郡王 来到凌云峰居住 本以为自己会这样孤老一生 不料半夜一只大野猫突然冲进来 听到喊声的果郡王立刻冲进来赶走野猫 甄嬛这才知道 原来果郡王夜夜都会守护在门外 哪怕是刮风下雨 始终不肯离开 锦西劝他放下过去 谁知道来日会是什么样子 今是今日碎了自己的心愿 让自己高兴了才是最好的 一语惊醒梦中人 甄嬛终于决定接受这段感情 大雨滂沱的夜晚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接下来的日子 他们度过了此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然而好景不长 果郡王奉旨要去平定叛乱 临走前他们相约凯旋归来后 两人就隐姓埋名远走高飞 甄嬛带着美好的憧憬告别了果郡王 殊不知这一别竟彻底斩断了他们的缘分 本以为心爱之人已经去世 为了给他复仇 甄嬛打算放下过去 重新回到皇上身边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心上人却奇迹般地回来 你又成娘娘啊 如今见在弦上不得不发 甄嬛已经没有了后退的余地 明明相爱的两个人 如今却要痛苦别离 原来就在四个月之前 果郡王奉旨出征 怀孕的甄嬛苦等四十天 却等来了果郡王被害去世的噩耗 甄嬛悲痛欲绝口吐鲜血 一连几天不吃不喝 锦西劝他打掉腹中的孩子 忘记过去开始新的生活 甄嬛一口拒绝了 说不仅要保住孩子 还要替果郡王查明害他的真凶 如今能在皇上跟前说上话的人 只有太监总管苏培圣 锦西深知苏培圣一直对自己有意 为了让苏培圣帮助甄嬛 他主动来到苏培圣的私宅 和他结为了对时夫妻 马上就是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 在苏培圣的强烈建议下 皇上终于决定出宫去甘露寺祈福 都说小别圣新婚 皇上迫不及待地爬上山顶凌云峰 怀着激动的心情推开门 甄嬛楚楚可怜的模样 立刻让皇上心生怜爱 一把拥入怀里 打发走所有的下人 片刻的温存过后 绿帽子稳稳地戴在了皇上的头上 不久之后甄嬛就顺理成章地 怀上了隆重 皇上龙颜大悦 经常出宫亲自照顾 为了让他名正言顺地回宫 皇上赐了车故路大信 并把四阿哥过祭给他 眼看计划就要成功 万万没想到的是 果郡王进死里逃生回来 开宫没有回头见 皇上的圣旨以下 如果抗旨周围所有的人都会受到牵连 既然已经无路可退 甄嬛只能无情地抛弃果郡王 爱到深处心不悔 情到深处无怨 有果郡王深深地爱着甄嬛 即使被抛弃也没有半分的怨恨 次日 甄嬛穿上了华丽的吉服 画上浓艳的妆容 等待回宫 扎心的是 迎接他的册封使径是果郡王 两人四目相对 这一刻他们的缘分终究是静了 他本是一名身份低微的驯马女 这天驯马时正巧被皇上看到 看逆了宫灵女人的角楼造作 夜兰因因自撒爽 桀骜不驯的模样立刻吸引了皇上 第二天便封他为答应 进宫后 他一直闷闷不乐 皇上百般讨好 他却仍然没有半分笑容 都说男人是剑骨头 皇上也不例外 夜兰因越是冷淡 皇上越觉得他轻心脱俗 与众不同 一连几个月都照他事情 这让众嫔妃们又毒又恨 在座的妃嫔中只有齐妃有儿子 所以他自然最害怕夜兰因生出儿子 利用这一点 皇后决定借刀杀人 第二天 皇后单独召见齐妃 说夜兰因是他最大的威胁 坚决不能让他生下孩子 他认识生下皇子 母嫔子贵 要凌驾在女本宫头上 第二天一早 齐妃就让宫女翠果给夜兰依 送去了一碗红枣汤 夜兰依一眼看出其中猫腻 但她还是一饮而尽 原来红枣汤中 加了让女人终身不孕的萌药 夜兰依喝下后就腹痛不止 皇上知道后大发雷铁 齐妃自知闯下大祸 连忙去向皇后求救 谁料皇后竟翻脸不认账 直到此刻 齐妃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是皇后的一时二年之计 一来可以毁了夜兰依 二来可以除掉齐妃 只要齐妃死了 三阿哥就会顺理成章地过继点皇后 若齐妃故死 但三阿哥肯定会被连累 将在无继承皇位的苦 齐妃追悔诺吉 但为了儿子的前程 他只能三尺白领了结了一生 就这样 皇后如愿得到了三阿哥 三阿哥也为自己有了靠山而沾沾自喜 没装好心前来探望夜兰依 他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本来夜兰依所爱之人是果君王 他并不想给皇上生孩子 所以每次事情之后 他都会偷偷吃下避孕的药物 提供三年的甄嬛终于荣耀回归 庄重的吉福 巨大的赤金头饰 浓艳霸气的妆容 气场大的让人窒息 从此刻起 他要彻底抛弃之前的儿女情长 斩断所有的羁绊与阻碍 正式开启他荡气回肠的后半生 皇上带领皇后和重嫔妃早早等候 走过长长的红毯 来到皇上身边 人妾归来 恭祝皇上皇后 圣体康健 福泽万年 皇上亲自将他拉起 并当众宣布他高高在上的 扭护路西非的身份 皇后笑里藏刀 眉妆喜极而泣 安令荣怅然若失 竟非似笑非笑 嫔妃们各怀鬼胎 怯怯思语 甄嬛洞察一切 任你们怀着哪种心思 我们且等来日方长 随后皇上亲自送他去永寿宫 看到无比奢华的装饰 甄嬛内心有些忐忑 你不必心有不安 永寿宫的种种物 就是朕的意思 有了皇上撑腰 再加上四阿哥这个儿子 甄嬛的地位可谓是稳弱泰山 次日 他一早来到锦仁宫 为皇后行赞花脸 表面彬彬有礼 实则是在向皇后宣战 众嫔妃全部到齐 皇后立刻开始挑拨靖妃 到底西非是龙月的生物 你这个养娘在亲 到底也比不上人家亲娘 精心呵护了三年的女儿 靖妃虽然不舍 但也不得不亲自将龙月送过去 看到龙月进来 甄嬛宠意地摸摸她的小脸蛋 亲生女儿就在眼前 却连抱一下都被拒绝 甄嬛伤心地泪流满面 见此情景 甄嬛只能让龙月继续跟着靖妃 可母亲哪有不心疼女儿的 每当见到龙月 她总是情不自禁地亲近 可龙月依然对她避而远之 甄嬛每日都会让人去给龙月送好吃的 看到甄嬛如此在意龙月 靖妃越来越担心 生怕每一天龙月会被抢走 渐渐地和甄嬛身份起来 四阿哥为了让龙月亲近甄嬛 经常带她去有寿宫玩水 这让靖妃更加芥蒂 这天他们一同去给太后请安 正巧碰见打盹的苏培胜 苏培胜连忙行路 不料景熙送她的香囊意外掉了 靖妃猜出苏培胜和景熙的情分 为了把龙月留在身边 她向皇后揭发了此事 很快皇后便气势汹汹地来找甄嬛心事问罪 这事既已露出了端倪 你本宫就不能做事不理 甄嬛做梦也没想到 回宫后第一个算计自己的 竟是昔日她最信任的靖妃姐姐 她大失所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带走了 两人都被抓去了慎心思 甄嬛则用了一招以退为禁 现由端妃打头阵 然后自己借着回忆 纯元皇后的宽宏仁慈勾起皇帝内心的柔软 进而反衬出皇后的刻薄寡恩 最后不着痕迹地提起苏培胜 伺候多年的情谊 果然没过几日 两人就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经过此次获释 苏培胜和锦熙的感情更进了一步 也彻底站到了皇后的对立面 转眼便是中秋家宴 西非再次见到了果郡王 两人找了借口离戏护诉中场 不想复近竟然有一道黑影闪过 想来是被人看到了二人私会的场景 这让甄嬛有些心烦意乱 没想到回宫的路上竟然遇到了一群野猫 直冲着甄嬛一行人扑过来 慌乱中甄嬛动了胎气 大碗就进了产房 历经艰险 终于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这让皇帝很是高兴 以为是收到惊吓导致早产 苏培胜也趁着这个机会讨赏 皇上顺势给他和锦熙赐了婚 这次野猫惊吓反而给了甄嬛一个早产的借口 双生子落地之后 之前的流言蜚语也就不攻自破了 皇帝刚升起对皇后的不满之情 没想到下一秒皇后就带着纯元的遗物驾到 几句话的功夫 再一次借着死去的姐姐勾起了皇帝的怜心 而甄嬛只是冷眼看着这一切 毕竟来日方长 皇后走出永寿宫时 看到了一个被罚的宫女 只是一个眼神 简秋就领会了意思 开始有意无意地接近 可想而知 又有一场针对甄嬛的阴谋在酝酿 接到甄嬛邀请的靖飞 本以为这次陷害锦熙的事情败露 必然要与龙月分离 没想到甄嬛竟然请她抚养龙月直到成年 她现在有了双生子 再加上一个龙月必然难以照顾周全 加上龙月和靖飞感情深厚 强行让他们分离只会适得其反 不如将龙月留在靖飞身边 如此也能将靖飞牢牢绑在甄嬛的船上 妃嫔为了争宠 既然狠毒地给同伴送来了一碗毒药 毫无防备的安玲龙就这样喝了下去 等到第二天醒来才发现自己的嗓子已经完全坏掉 原来甄嬛自从生下龙凤胎 皇上对她更是宠爱 不仅身为了皇贵妃 还要将统礼六宫的权利交给她 皇后虽然明面上不敢拒绝 却在有意无意地劝说皇上 甄嬛也不是吃素的 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宴席上皇上高兴地说晚上要去甄嬛宫里 这样多少妃嫔羡群不已 可却被甄嬛巧妙地婉拒了 以前或许她也会高兴不已 而如今她对皇上只有厌恶 却又不能表露出来 当锦西拿出那串果郡王送来的贺礼时 她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戴在手上 可她怎么也想不到 正是这串手串救了自己一命 要干什么 命贵人就是那晚撞见 她与果郡王私会的那个人 认为甄嬛是为了富贵权利 而抛弃了果郡王 便想杀了甄嬛给果郡王出气 却无意看到那串王爷 视若珍宝的手串 倘若她就这样杀了甄嬛 果郡王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自己 于是也只能罢首 而此刻的皇后如坐针毡 如今的甄嬛不仅有儿子 还有皇上的宠爱 对自己的地位奈可是岌岌可危 然而身边的两颗棋子却毫无作为 一个一个帮不了本宫 还要起内讧 要我们有什么要 齐平仗的家世显赫 如今在皇后面前 她却只能与安令荣平起平坐 越想越憋屈的 她于是产生了一个恶毒的想法 她让丫鬟在安令荣的安神汤里 下了一些能让人声音沙哑的哑药 醒来后的安令荣伤心不已 明知就是齐贵人干的 她却也只能让丫鬟假装 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她本就是靠着这副嗓子才能得宠 一旦皇上知道后便也不会再宠她 那么她在皇后那里也就成了一枚弃子 即便知道是弃平干的 皇后为了保住她也只会不了两只 后宫是个败高踩低的地方 之前安令荣扭着皇后当靠山 没少欺负那些地位低的妃嫔 如今落魄 众人便全都恨不得过来踩上一脚 先是借着皇上的话说 她是个不祥的人 命人在她的房间挂满了符纸 后又在冰天雪地的天气里 给她送来一烧就满屋子烟的烫 皇后虽然听说了此事 却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复仇 就想到用宾夕来获得皇上的宠爱 可宾夕的要求极高 其武者必须身段轻盈 柔弱无骨 更非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 为了急功尽力安令荣变狠心绝食 苦练花样滑冰来争宠 结果导致自己饿晕过去 甄嬛得知消息后 觉得她就是在自寻死路 甄嬛和皇后不约而同地 为她送上能够快速瘦身的姬夕丸 尽管明知这位要有害身体 可与施宠比起来 她还是毫不犹豫的用了 果然在一年一度的冰雪大会上 安令荣一身红衣惊艳登场 优美的花式冰夕 轻盈的舞蹈 瞬间就将老色批看得挪不开眼 那还没好就穿得这样单薄 手都冰凉了 苏贝胜 举阵的雕球来 安令荣也靠着冰夕成功复仇 另一边甄嬛突然得到消息 果郡王从马上摔了下来 导致高烧不退 他担心不已 却一点也不敢表露出来 只能让幻璧前去探望 幻璧一见了果郡王就什么都忘了 端茶未要忙得不亦乐乎 哪怕果郡王多次让他回宫照顾甄嬛 他都没放在心上 殊不知此时的甄嬛 正面临着入宫以来最大的危机 甄嬛接到皇后的邀请 六宫飞平齐聚一堂 齐贵人却突然站起来 告发甄嬛会乱后宫 混淆皇室血脉 甄嬛一瞬间捏紧了缩手 以为自己和果郡王的是暴露 没想到齐贵人以为的肩肤却是温太医 刚松了一口气 却见齐贵人胸有成竹的请来证人 则是从前在甄府服侍的下人 另一个则是那日皇后在永寿宫撞见的被罚宫女 可见今日之事在当时就已经开始布局了 宫女将温太医与甄嬛的私会描述得栩栩如生 连温太医袖口的花纹都说得一清二楚 皇后当即下令传召温太医 竟然真的在袖口发现了竹叶花纹 加上齐贵人的伶牙历齿 温太医一时间竟然百口莫变 甄嬛宫里的丫鬟声称看到甄嬛与温太医私会 还说出了温太医袖口的花纹 面对此番指控 甄嬛只是不仅不慢反问她 永寿宫正殿桌子上摆的是什么花瓶 心思完全不在本质工作上的丫鬟果然打不出来 连日日打扫的摆设都记不清 却记得太医袖口的花纹 这让丫鬟的证词一下变得可以起来 靖妃和端妃也顺势指出 齐贵人和西贵妃向来不合 这很可能是齐贵人别有用心的栽赃陷害 正当事态陷入胶着时 皇上赶了过来 听到如此荒唐的控告 直接给了齐贵人一巴掌 但齐贵人显然还有后手 他找来了当年在甘露寺 欺辱过甄嬛的靖白事态 从靖白的证词中可以得知 甄嬛上在甘露寺修行时 温太医就经常前去探望 两人很可能在那时就有了私情 你有没有 而皇上只问了甄嬛一句 便选择相信他 皇后当然不愿意就此结果 千方百计地劝皇上彻查 锦西站出来自愿受尽慎刑司72道刑法 只为证明甄嬛的清白 甄嬛当然不肯 一旁的安令荣假意劝说 实则句句都是在火上交友 最后更是牵扯到刚出生的六阿哥 并非皇帝轻生的谣言 是到如今只有滴血艳青 才能证明事实真相如何 只是这样一来 被怀疑血统的污点将会伴随六阿哥一生 甄嬛用多年勤奋请求皇帝多为六阿哥考虑 但奈何皇帝心意已决 他只能借口龙体尊棍 顺势提出让温太医和六阿哥滴血艳青 很快滴血艳青的东西就准备好了 六阿哥和温太医分别刺破手指将血滴入水碗中 皇帝故作轻松地站起身来 却看到水碗中血液竟然融合在了一起 皇后当即要求拿下甄嬛 杖杀温太医 甄嬛立声喝退众人 他心里很清楚六阿哥是果君王的孩子 但眼前的结果不容他质疑 此时无疑是甄嬛入宫以来最危急的时刻 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 甄嬛片刻傻愣在原地 明明这个孩子与温太医没有半毛钱关系 血怎么就融合了呢 冷静下来后甄嬛突然发现肯定是水被人做了手脚 于是立马拉起苏培胜的手滴了一滴血进去 果然 一个太监完全没有生育能力既也能融合 锦西连忙跪在地上为甄嬛喊冤 此刻皇上才明白这是被人摆了一道 也为之前对甄嬛的怀疑表示愧疚 这时宁贵人也带了来证人 此人正是在甘露寺对甄嬛有恩的尼姑 他当即向皇上说明了 静白当初是怎样的虐待甄嬛 倘若甄嬛与温太医有染 两人早就远走高飞了 何苦留在那种地方受苦 有了老尼姑与众人的解释 甄嬛才被洗刷了嫌疑 皇上当即下令割了静白的舌头 即便到了这时候 齐平还在强词夺理 为了保住家人 他将所有的罪名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虽然此次事件背后主使着显然是皇后所为 可没有实质性证据 皇上也只是剥夺了他的实权交由甄嬛 皇上虽然相信了甄嬛的清白 可温太医的存在显然已经让他界定 温太医为了保住甄嬛 保住梅庄他做了一个残忍的决定 另一边迟迟等不来甄嬛的消息 梅庄担心不已 这时安令戎故意将甄嬛的困境告诉给了梅庄 原来与温太医有染的本不是甄嬛而是梅庄 当初梅庄也曾对皇上情有独钟 可奈何帝王最是无情 被伤透心的梅庄对皇上也无半分热情 只想安然度过余生 太后为了撮合梅庄与皇上 于是命人给送来了神仙酒 结果这酒阴差阳错的给温太医喝了 就这样梅庄与温太医有了温存的一夜 因此怀上了她的孩子 担心甄嬛与温太医有危险 按捺不住的梅庄挺着八个月大的肚子感 急忙赶来的梅庄恰巧听到这残忍的音幕 温太医他自宫了 当即胎气大动晕了过去 甄嬛质问安令戎为何明知梅庄怀有身孕 却故意派人传话让她担心 安令戎又是自伤耳光又是假意打骂公女 而这一切在甄嬛眼中不过是星星座太拔 这对昔日的姐妹如今已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梅庄因为受精难产 一时间流血不止 眼看就要一失两命 另一边受了重伤的温太医刚刚转醒 就赶忙叫人用担架抬着自己前往梅庄身边 呈着虚弱的身体只会手下用药 终于吊住了梅庄的精神 又经过一番艰难 终于传来了孩子的哭声 听到梅庄生下一位公主 皇帝很是高兴 当即准备进去看看爱妃 但甄嬛很清楚梅庄此时一点也不想见到皇帝 赶忙借口夜深将皇帝打发走了 就在甄嬛长舒了一口气 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 宫女突然来报信 惠平血风不止 眼看就要不行了 此时的梅庄已经奄奄一息了 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 终于得到了温世初的回答 两个人心意相通 对于梅庄来说 已经此生无憾了 最终她在温世初的怀里永远闭上了眼睛 甄嬛强撑着走出岁玉轩 昔日与梅姐姐的点点滴滴浮现在心痛 她终于压抑不住 放生痛哭起来 她失去了这个宫里唯一真心带她的人 从此在这深宫之中只剩下残酷的斗争 再无半段温情了 梅庄尸骨未寒 皇上却已经有了别的心思 那日甄嬛的妹妹玉轰带着证人勇闯后宫 就此入了皇上的影 在甄嬛宫里直勾勾地盯着人家看 此刻小编恨不得立马开车将玉轰带走 好在玉轰对权力的欲望并不稀罕 芝燕姐姐喜欢的东西自己更是不会染指半分 这赤裸裸地拒绝皇上也只能打消自己的想法 在玉轰这胖了钉子 转头她又将竹意打到了幻璧身上 更是当面提出要封幻璧为常在 果郡王对甄嬛的情谊首次曝光在皇上面前 只因家宴上她将甄嬛的小象无意掉落在地上 被皇上捡了过去 对这个单身多年的弟弟皇上很是好奇 连忙打开看看是何方神圣 能入得了果郡王的眼 不料却看到了貌似甄嬛的小象 命贵人连忙岔开话题 说这张小象更似二小姐与幻璧 暗示着皇上应该给果郡王赐婚 可玉扰今天才与果郡王见面 而这张小象的边缘略有褪色 定是放在身边多年造成的 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这时幻璧连忙走出来 承认小象中的女子就是自己 皇上为此深信不疑 做主当即就给她两次了婚 走出宴会的甄嬛伤心不已 虽然不能与果郡王在一起 可从来没想过她的身边会有另一个女人 从今以后她的一切都不再属于自己 然而皇上对玉扰的心思也是招然若揭 甄嬛想为皇帝选一批新人进宫 免得她整天盯着玉扰不放 幻璧便想到了还在府里做丫鬟的殷贵人 想顺水推舟把她送进宫里去 立马和彩萍说了这件事 派彩萍进宫 表面上让她探知皇帝心意 为果郡王铺路 其实更多的是出于私心 担心她因为美貌 要成为府里的侍却和自己抢男人 幻璧的善度和疑心真是可怕 彩萍只能答应 却也即将成为宫斗中的牺牲品 彩萍刚进宫不久 因为貌美 魏分升得很快 每两个月便从答应到了贵人位置 然而相貌却是害死她的关键因素 这天殷贵人独自在花园赏花 却偶遇了三阿哥 初次见面 三阿哥眼睛快掌她身上 晚上殷贵人被招来养心殿谈情 知道三阿哥来想离开避嫌 却被皇上叫主 三阿哥前来看见殷贵人 心情都灿烂了些 最近皇后给她张罗的婚事也不想要了 话没说两句 眼睛一直往殷贵人身上聊 男人只是闻了下手中的东西 立马变得神志不轻飘飘欲先 这时宫女立马往她脸上泼了些水 这才清醒过来 然而她闻得正是迷情香 只要沾上少许水就会要消大增 皇宫中这种蛊惑圣上的香料是严令尽止的 却出现在了嫔妃宫中 原来安令荣为了争宠 一直在偷偷轻微地燃此香料 直到自己怀上孩子 可她由于长期地服用大量的鸡膝丸 即便怀孕也会胎死腹中 皇后为了搬到甄嬛 还是给她送来的助孕药 安令荣别无选择 打算兵刑险招 眼看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已经有了滑胎的迹象 可甄嬛自从得知她怀孕 也明白服用过鸡膝丸 不可能生下孩子 于是一直躲她远远的 这让安令荣无机可趁 只是一直这么提防也不是办法 听说安令荣心神不宁难以入眠 甄嬛看着眼前的百合花 突然有了主意 从那天起 甄嬛吩咐花房的人 每天都给安令荣送一瓶百合 经过太医检查也没有问题 渐渐的安令荣也就放下了戒本 不久后就是安令荣的生辰 甄嬛亲自修剪好一瓶百合 吩咐手下送到她的宫里 还特意嘱咐为了让花开得更好 要给花蕊上撒一点水 然而精通香料的安令荣岂会不知道 只是甄嬛对自己避而不见 眼看孩子不保 与其让她就这样意外流产 白白浪费自己一番苦心 还不如就此嫁祸给皇上 把皇上自己都吓了个不轻 等甄嬛赶到离妃宫中时 皇帝正低着头一言不发 刚才还在和自己欢好的妃子 下一秒就突然流血不止 想来是的男人都会留下心理阴影吧 虽然没能让甄嬛受创 可皇上为此也让她的父亲加官进绝 然而早就看清一切的甄嬛 岂会让她如愿 甄嬛知道端妃对皇帝 是真心容忍不了这类事情 借她的手把迷情香送到皇后面前 且安令荣小产那天 也被郑氏房中有这种香料 有损皇帝的身体 又白白搭上了皇嗣的命 两条罪名足以治安令荣的罪了 不仅如此 还在她的严洗宫搜出两大盒 足够用一辈子 严人也是人 捉的也是人的罪 罪名板上钉钉 只看如何处置了 甄嬛看出皇帝对安令荣心怀愧疚 不想重罚 假装为她求情 实则是为了找机会拿出 当年安令荣为她调制的疏痕交 她和端妃各唱红白脸 假意求情同意皇帝的做法 还拿出数年前安令荣送来的疏痕交 皇后一看情况不妙 没想到她还留着以退为进的后招 端妃知道自己登场的时候到了 把之前人人都想知道 却不敢问的话说了出来 甄嬛的眼泪说来就来 顺时双腿一软 跪倒在地 现在看来 梅庄难产而死也和安令荣脱不了干系 这下彻底耗尽了皇帝的最后一点愧疚 想不到曾经梅庄拿她当姐妹 她却将她坑得这么惨 安令荣自知一死 对一切都不抱希望了 她认罪道士立死 可却并没有把皇后供出来 皇上没有让她快活死去 而是将严喜宫当作她的冷宫 每天会有人前去找她的祖 身边有关系的下人也因处死发落 比其死艰难且屈辱的 活着更摧毁人的心智 她要让安令荣每天为犯下的恶行畅目 安令荣下线死前 一句话道出纯元皇后的死因 她被囚禁于严喜宫 罪行揭露后父亲被判斩立绝 甄嬛准备把这个消息带过去 让她也常常失去亲人的滋味 为当初害死梅姐姐付出代价 还没去就有消息传来 安令荣主动提出见她 还找下人要了一盘苦信任 甄嬛知道她不想活了 见甄嬛前来 像是无事发生 安令荣的打扮和入宫那天一样 只是其他再不相同 她的母亲是秀娘 嫁人后为丈夫的前程日夜 劳累瞎了眼睛 最后被咽起 安令荣从骨子里散发着卑微 担心入宫后不入母亲的后尘 又因为觉得甄嬛与沈梅庄联手 借她争宠稳固地位 生了旁的心思 思想已经畸形了 悲惨的原生家庭不是她作恶的理由 她看到母亲的悲剧 不想像她那样无声无息过完一辈子 选择依附皇后争宠 她直言如果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也不会回头 因为在后宫的每一秒都无比安傲 甄嬛同情她也憎恶她 于是将她父亲的消息告知给了她 本以为自己为皇后当牛做马 就能保全家人 结果落得个这样的下场 甄嬛准备离开时 她用最后的力气说出纯元之死的真相 在皇后身边这么多年 她已经通过极其细微的线索 猜到纯元皇后丧命的原因 但这时候甄嬛没有领悟到 以为她太恨一休口出狂言 至此 安令荣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 在一盘苦心人旁边断气 甄嬛走出颜喜宫 听到黎妃娘娘没了的消息 眼里还是有泪的 紫禁城又带走了一条生命 能和她说话的人不多了 没了左膀右臂 皇后将希望寄托在了三阿哥身上 期盼着这个杨子能够继承皇位 可三阿哥不仅不学无术 更是对父亲的女人垂涎三尺 这天竟然直接找到英贵人表白心意 特意把她的侍女支开单独讲话 英贵人懂进退担心惹祸上身 听到三阿哥把她弹的曲子改成唱曲 并公然吟唱心声不安 要是皇上知道你不务正义 又要责骂你了 三阿哥真是一点好赖话都听不出 反而觉得英贵人心里也有情 上前一把拉住她的手 这是要提前把她送上路的节奏 听到这等大逆不道的话语 英贵人吓得把腿就跑 而这一切都被靳妃看在了眼里 三阿哥是皇后争夺太子之位的依仗 此刻却和父亲的妃嫔纠缠不清 一旦事情败露 只怕宫里又要迎来一场风波了 三阿哥不知道危险马上降临 心里还记挂着英贵人 干什么都魂不守舍 没过多久 这件事便暴露 甄嬛赶到养心殿的时候 英贵人跪在地上泪眼婆娑 原来三阿哥身边的小太监给英贵人送信时 正好被靳妃宫里看到 人赃据获这罪名跑不掉了 靳妃立马禀报皇上 但皇后倒打一耙 那一定是剑壁宫人在先 皇后和靳妃为着这件事争论 皇上其实知道三阿哥生出了不该有的心思 但毕竟是皇室血脉 他不能为了一个女人丢皇家的脸面 只能赐死英贵人 妃这次好心办了坏事 可怜彩萍就这样沦为紫禁城的牺牲品 和靳妃端妃在永兽宫陪着孩子嬉戏 如母陪着几位小公主 但她突然想到安丽蓉死前说的一句话 皇后 杀了皇后 她一直没有细想 以为是安丽蓉恨皇后 托付自己报仇 现在看来还有另一层声音 靳妃听到她这样说 以为是咒骂皇后 只有旁边的端妃听出了话里的意思 事关重大 他们让人把殿内的小公主都抱出去 当年端妃目睹纯元去世 心里一早就有了猜忌 可没有证据 她不敢乱说 据回忆 当年是一休先入府 眼看就要被封为嫡妇禁的时候 皇帝对纯元一见钟情 便让纯元当了嫡妇禁 念在他们姊妹情深 又知道一休精通药理 于是让刚刚丧子的一休 去照顾怀孕的纯元 可没想到纯元的情况越来越糟 纯元皇后怀孕后便是百般的不适 林肯的时候惨痛异常 生下一个死胎就撒手人怀 从一休开始照顾后 纯元的身子大不如从前 她母子巨王这件事一点重重 但派人去查也没查出什么重要线索 之后草草了事 那时候已经入府的端妃觉得不对劲 事后曾悄悄看过孩子一眼 那个孩子身上有好几块青斑 一出生便没了气息 不仅纯元死得离奇 孩子也夭折得莫名其妙 太后感念她可怜 要皇上扶她的妹妹一休成为福尽 后来进宫 一休变成了六宫之主 当年的各种蹊跷 结合安令容的遗言 想来简直细思极恐 他们很清楚 极有可能就是皇后害死纯元 但苦于没有证据 只能先韬光养晦 等待时机成熟 然而这一切都被好奇的龙月拼了去 此时谁也想不到 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扳倒皇后的重要因素 不久后甄嬛再次怀孕 可此次怀孕并不顺利 即使温太医拼经全力 最多也只能再保胎一个月 短暂的悲伤过后 甄嬛让温太医备好一副剁胎药 对这个注定无法出生的孩子 她已经做好了打算 皇帝为了让甄嬛安泰 赏给她一株罕见的珊瑚 她顺时请和公上下前来一同观赏 又借口为胎儿祈福 请皇后在她的床头挂上平安符 尽管皇后一点也不想踏入永寿宫 但迫于皇帝的要求无法拒绝 只能踏入甄嬛精心准备的圈套之中 此时此刻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小编坐等皇后下线 贵妃怀胎四月却有流产的迹象 与其让她白白留掉 不如让她成为自己的利刃 得知孩子最多保一个月 便决定用这个孩子送皇后上路 皇后迫于皇帝的要求 不得不进入甄嬛寝宫为她悬挂平安符 甄嬛见她前来 眼睛都亮了 明白好戏即将开场 进屋之前 她把提前备好的落胎药喝完 颇有些将要奔赴战场的决绝 准备碰瓷皇后 屋里端飞 竟飞办完事后赶紧溜 皇后不想沾染是非 挂上符带准备离开 却被一把拉住 甄嬛故意起冲突 翻出往事让她去神明炼前发誓 屋里的龙月听到动静走过来 看见皇额娘和额娘站在一起 紧接着甄嬛撞到桌脚倒在了地上 龙月猛了 皇后也没搞清状况 等她再醒来时孩子已经没有了 甄嬛身位俱下地控诉皇后 害死了她的孩子 皇后也不甘示弱 直言这一切都是甄嬛自导自演 就在双方各执一词时 一直无人注意的龙月哭出声来 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皇后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让龙月向皇帝解释刚刚看到的情景 床上的甄嬛内心很慌 担心龙月说出不该说的话 好在龙月记得竟非交代的要护着西娘娘的话 谁料龙月站在甄嬛这边说是皇后先动的手 这下皇后真的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甄嬛在床上也很惊讶 今天这场局多亏龙月最强辅助 她计划好了一切 唯独没料到这回事 正是这个孩子的证词 给予了皇后致命一击 皇帝当场下令将皇后禁足 要彻查此事 虽然被禁足在井人宫 但皇后丝毫不及 她还有东山再起的资本 只是她怎么也想不到 她最大的依仗三阿哥 此时正在自掘坟墓 她竟然在先帝的生辰这天 劝皇帝将被囚禁的八爷和十四爷放出来 要知道这两个人可是当年九王夺敌是皇帝的死对头 在结合之前和英贵人纠缠一事 皇帝彻底对三阿哥失去了希望 一气之下将他过继给了八爷隐私当儿子 这下直接断绝了三阿哥继承皇位的可能 消息传到皇后宫里 无异于晴天霹雳 多年的筹划复之东流 巨大的落差让皇后几乎陷入癫狂 皇后的心腹简秋见此情景 为了替主人分忧 决定瞒着皇后在宴会上给真环和六阿哥下子 没想到却意外害死了果郡王的侧父亲孟静贤 事情败露之后 皇后身边的人都被严刑拷打 真环让苏培圣借着这个机会 终于拿到了当年皇后害死纯元的证据 纯元的死是皇帝内心最深的痛 她想不明白 皇后和纯元是亲姐妹 为何会下此毒手 皇后身为俱下地哭诉自己对姐姐的嫉妒 对皇帝的爱意 但这再也无法激起皇帝的半点联系了 就在皇帝准备下旨将皇后贬为数人时 孙姑姑带来了太后生前留下的最后一道诏书 那就是乌拉那拉是不能废后 在孙姑姑的提醒下 皇帝也想起了纯元临死之前对她说的话 现在看来纯元未必不知道是亲妹妹害死了自己 只是为了维护乌拉那拉氏的荣耀和地位 她还是选择为妹妹留下一道保障 最终皇帝保留了皇后的名号 将她囚禁在锦仁宫里 此生不复相见 世界上最痛苦的是莫过与两人明明相爱 可却天人勇格 当年甄嬛和果郡王住在凌云峰 四处游玩的时候救了一个被蛇咬伤的外族男子 而这个男子正是准戈尔的辛克汗 西贵妃 你的胆子倒是大得很 他的出现也引起了皇帝对甄嬛与果郡王的怀疑 皇帝故意让果郡王等候在殿外 然后说起准戈尔克汗想要甄嬛前去和亲的要求 果郡王一听到甄嬛要和亲 直接闯进大殿中请求皇帝受惠成命 这却再次加深了皇帝的怀疑 他最终还是决定将甄嬛送往关外 了解这一切纠缠 从那天开始 甄嬛就被软禁起来 只等着被秘密送去和亲之后 就会对外宣称西贵妃已死 这天夜里一顶小轿被抬出了皇宫 果郡王得到消息后 不顾幻壁哭哭哀求阻拦之意要去拦截 我保全不了我自己 不要保全他 然而甄嬛并不在轿子里 这一切都是皇帝的设计 他就是要让果郡王以为甄嬛被送去和亲 看他会不会带人去追 而果郡王的行为 无疑证实了他对西贵妃心存觊规 为了避嫌 皇帝让他驻守在燕门关 吴兆不得回京 转眼三年过去了 果郡王虽然身在边关 但心里还惦记着甄嬛 他寄给幻壁的家书里 每一封写满了对甄嬛的关怀 而这些信落到了皇帝手中 让他对果郡王的猜忌到达了顶峰 他害怕掌握兵权的果郡王 会因为甄嬛而起了谋反之心 当涉及到皇位时 皇帝没有任何亲情可言 他已经对果郡王起了杀心 皇帝给了甄嬛一包毒药 让他替自己除掉果郡王 以此来证明他对果郡王真的没有私心 甄嬛无论如何也不愿亲手杀死心上人 他原本准备自己喝下毒酒 却没想到果郡王看出了酒壶的一样 趁着他起身关窗的时候调换了酒杯 眼看着心上人口吐鲜血命不久矣 甄嬛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情感 不求着对方不要离开自己 然而果郡王还是在甄嬛的怀里 咽下了最后一档期 果郡王的死已经让甄嬛悲痛欲举 却又得知患必追随果郡王而去的消息 悲伤到了极致就变成了愤怒又变成了彻骨的恨 然而恨着皇帝的不止甄嬛一个人 宁平也深爱着果郡王 他从太医那里要来诛杀回飞情香 让皇帝本就亏空的身体越来越虚 而甄嬛对这一切也是默许 那天皇帝看见六阿哥和果郡王长得越来越小 一气之下重病不起 并派人再次为六阿哥低血认清 甄嬛也意识到了皇帝再次起义 不得不加快速度 正巧碰上孙大印和侍卫私通 甄嬛在皇帝面前将这件事添油加醋 描述得栩栩如生 把皇帝气得直接口吐鲜血轰了不去 此时皇帝派去调查世人给六阿哥取喜 却被宁平看在眼里 他质问甄嬛六阿哥到底是谁的孩子 在得知六阿哥的身世之后 为了保全心上人的子嗣 宁平直接给皇帝喂了一粒毒药 皇帝在临终之前又突然想起了旧日恩爱的时光 但过去的甄嬛已经死了 现在活着的只剩下扭护路甄嬛 你这个毒死 这要杀了你 四阿哥登基一切尘埃落定 甄嬛也成了太后 回忆起入宫以来几十年间的跌宕起伏 只觉得一切仿佛就在昨日 又仿佛恍如隔世 到此整部剧就此结束 甄嬛的一生跌宕起伏 犹如过山车一般